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局座朝中微信公众号收听局座视频节目 局座视频节目被周二周四上线 就当前的国际军事问题给大家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最近的话呢,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朝鲜又开始射导弹 9月5号呢,金正恩参观导弹发射场 发表讲话呢,说我们今年不错啊 今年我们轻弹发射成功了 现在呢,我们再来射几枚导弹吧 这个部队接到这个最高领导的命令之后呢 就往这个日本海啊,这个朝鲜半岛东部 东东东东就开始弄了三枚弹的导弹啊 就像打枪一样 这个按照规定啊,往这个林海以外发射导弹 必须要提前一周十天啊 这样的时间,那么进行通告 你起码的一周的时间 你来往的渔船啊,有些个货轮啊 人家要通过 结果你那种公海那东西 你想自己什么时候射导弹就射导弹 那导弹就万一要把别的船砸了 你还得陪,这个死了人怎么办啊 你万一正好,要是那导弹落在别的国家驱逐舰上 呼吁舰上,你说这可是引发战争啊 朝鲜不管 我就往哪射啊 结果呢,这三枚导弹呢 落在日本防空室边区了啊 这个打了一千多公里 从朝鲜角度来讲呢 这个取得了这个重大的成功 在9月9号建国七十周年啊 这个国庆节之前搞了这么一个大新闻 关键是他发射导弹的这个时间 9月5日中午12点14分 这个时间跟另外一个时间有点巧合 那就是我们在杭州啊 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一个G20会议 他发射导弹前不长的时间啊 这个习主席呢在杭州啊 G20峰会上和韩国总统表情会啊 举行了会谈 你说这俩是前后脚啊 前面呢这个两位首脑刚举行会谈 结果过了这么个八小时 他这边就咚咚咚放三枚导弹 关键是在G20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啊 五个常人理事国的首脑都在 那还有其他那这个几十个国家的首脑啊 工商界领导人都在 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喜事啊 是一件国家大事啊 你挑这个时候这不是给中国上眼药吗 这个事情是不是不是太好啊 对不对 这个也是挑衅这个世界和安理会的权威 因为安理会原来有一个2270号决议啊 这个2270号决议就两件事 一个是这个朝鲜不能够老是再进行导弹实验 再一个不能够再继续进行核实验 那根本就不听啊 2270号之后又发生了这多少啊 我也数不过来 起码五六没六七没了 根本不听啊 结果他这5号把导弹射完了之后 6号联合安理会 紧接着召开进行会议啊 通过了一个谴责声明 另行不止啊 这个对不对 这个明知故犯我行我送 谁也管不了了这事啊 所以说这是最近的一个新闻 在G20峰会上的这个 习主席和朴槿惠总统呢 有一个会谈 这个会谈我看爆出来的新闻说呢 韩国的就是喊冤 你说冤有头战有主啊 你这个韩国我们也不想不想惹事 你说为什么我们又不出这碗是萨德 你们中国人老说威胁中国威胁俄罗斯 你说韩国有那么傻吗 这个损人不利己 我们怎么能敢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呢 就是考虑到韩国现在面临生死存亡 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亡羊不劳啊 采取一个自卫性的措施啊 说萨德不是进攻型武器啊 你们抬抬手我们就过去了 是不是啊 你说为什么要不出这玩意儿 那朝下的不停的射呀 对不对 核试验呀 你说这怎么办 苦不看眼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 哎中国你要是有办法 跟俄罗斯你们合起来 跟那个北边好好说说 让他别折腾这些事儿 威胁消除了 萨德咱们也就算了 哎 大家理解说这叫啥呢 附带条件的弃萨德 是不是 朝鲜如果不射导弹 朝鲜如果不发展核武 韩国也就不再部署萨德 朴行会好像在杭州给放出这么一个风来 那你反过来讲 让朝鲜放下托刀立立成佛 解除武装 这个好像他也不会干 说你不以后就不再射导弹了 这个把核武器都销毁 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啊 你再回去问朝鲜 朝鲜又是一肚子苦水 你们这个 以至自由卫士啊 美韩这个军演啊 美韩也是一年六十多次军演 平均每周都有一次大型的军演 整天在朝鲜家门上就吓唬人 那这也是个问题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说不清道不明 所以现在也整不清了 这个萨德问题啊 跟这个 朝鲜这个核武和导弹问题 是先有机还有弹呢 先有弹呢 还是先有弹后有机 哈哈哈哈 谁也搞不清这事儿 所以这是南北朝鲜的事情 咱们说一点技术上的问题啊 这个今年呢 从今年开始呢 这个朝鲜长本事了 液体导弹 加注 那个目标很容易让定位 现在开始搞大推力的固体火箭啊 给装到车上 在地面上激动 牛 这个固体火箭弄完了之后呢 干脆好像开始射潜射导弹 潜艇上往外射 这事儿一开始谁都不相信 今年4月23号第一次开始潜射导弹 导弹飞了30公里 这个 这是导弹第一次在水下 发射啊 水下十来米 就等于把这个导弹 从水下给它弄出水了 试验一下 水下冷发射 我估计是拿个高压器啊 什么给吹出来的 使用这个压缩空气 把一枚导弹 从水下的发射筒里边 给推出水来 垂直向上 十来米给推出来 推出来以后呢 垂直向上 出了水之后 在水面一上 然后点火 第一次主要是实验这个技术 从 这个发射来讲呢 冷发射来讲 这一点来讲 还是算成功了 第一次还算成功了 第二次呢 接着看7月9号 7月9号这个 出水了 出水以后点火 点火以后 飞了十多公里以后 爆炸了 啊 这个 那就是说 它实验的目的就是 出水成功了 但是点火 会不会成功 现在看来点火也成功了 因为点火不成功 它没法飞 但是飞了十多公里以后呢 爆炸了 那就证明点火以后 飞行出现了问题 啊 飞行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 这是第二次失败 第三次呢 就8月24号 已知自由卫士 啊 这个美韩举行军演的时候 它又搞了一次 啊 凌晨折腾的 五点半啊 朝鲜 这个半岛东部 呃 这一次呢 行 飞了五百多公里 啊 落到这个日本防空 识别区里头了 这 按照国际的惯例 就飞三百多公里 就算成功了 飞了五百多公里 还算行啊 啊 技术还是不错呀 这个 这一次呢 干脆人家飞了一千多公里 一千多公里 这是飞的最远的一次啊 而且这连着射了三枚 这个是比较厉害 这个比较厉害 呃 那么 这个技术的话呢 是这样的 就现在外界啊 对朝鲜潜射导弹 这个技术呢 有一些评论啊 有的说一两年 有的说两三年 就能够实战部署 呃 我正好呢 这个导弹也弄过 潜艇也弄过 我主要是在在上面工作啊 呃 呃 我就这两个技术方面呢 我自己知道一些 所以我就感觉呢 嗯 通过我自己的这种工作的体会呢 我就说一说 还需要哪些工作 现在 他弄的这个实验呢 这个我估计啊 是九十年代 当时苏联当作废铁 给朝鲜出口了 一艘这个高尔夫级的 G级的常规潜艇 这个G级的常规潜艇放 弹道导弹是放不下的 呃 那我估计这个朝鲜呢 是在这个指挥台维壳 就也叫剑桥了 就最高的那个地方 啊 他自己弄了一个 地面上的那种导弹发射筒 就愣给装进去了 呵呵 钻了个大洞 愣给装进去了 啊 就等于它是一艘潜艇 但是专门为发射一枚导弹 他就能装一枚 而您是改装的这么一个东西 主要的试验什么呢 他试验这个 呃 从潜艇里边 在水下 能不能把导弹给 吹出来 冷发射 再一个呢 出水之后呢 能不能点火 点火之后能不能飞行 飞行以后能飞多远 啊 飞一千公里了 是不是他的实验的目标 是不是准备飞得再远 他飞到什么地方去 是不是有准确的目标 精度怎么样 就大约他现在想实验这些东西 呃 这是非常非常初始的一些实验 绝对不能根据这些实验 就是说他一两年就能作战了 编多少都能够发多少导弹 编多少艘 是舰队 完全不靠谱的 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说 他要想形成战斗力 还有什么工作需要做 我跟大家说说 还有什么工作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实验的这个潜艇 是没有用的 他自己给挖了个洞 放一枚导弹那里 这个将来是不能够用的 出海都出不了 将来他要真做 他必须要建造一艘新的导弹潜艇 这个呢 金正恩同志2015年的6月份 已经下了命令了 啊 要求这个有关造成场 要在2018年9月9号国庆节 啊 这个 这个70周年前要服役啊 造多大呢 3000多吨 那么呢 能装三枚导弹啊 这个谁要造出来以后 在这上面 将来要在国家给他 搞这个大型的塑像 啊 厉害 厉害 现在这命令下 现在我估计呢 设计设计师啊 造战场 开始张罗这事的 但是从来没有造过潜艇 朝鲜以前弄过的那潜艇 叫半潜艇 一半是水面潜艇 一半是潜艇 还搞过绣针潜艇 里头就装两三个人 搞破坏用的 你在这种基础上 已经还造个 3000吨以上的 导弹潜艇 你要知道常规潜艇 中国俄罗斯 日本造的潜艇 包括德国 法国的潜艇 法国的潜艇 还到不了3000吨 啊 常规潜艇 你这些大国弄的 常规潜艇也就3000吨 这朝鲜一部登天下 弄个3000吨的导弹潜艇 还装三枚导弹 哦 这个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他要造可不是一艘潜艇啊 你起码得造几艘潜艇啊 你起码造三四艘 四五艘潜艇 才能确保有一艘潜艇出海 那这就前面一个批量的问题 这得钱啊 这得材料啊 到处都制裁 他上哪弄东西去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潜艇造成的导弹在哪儿啊 现在这不实验成功了吗 可以 实验成功了 是在这个艇上实验成功了 你将来新造的导弹潜艇 你必须再装到新艇上去 在新艇上再重复所有的这些实验 把它从水下弹栓出来 出水以后点火 点火以后飞行 飞行以后能飞多远 要不断地试 啊 这个 飞出去了 是不是精确 是不是飞到你想要的地方去了 精度是多少 你这些个东西都是需要做的大量的工作呀 那 这可不是说一年两年 三年四年能搞完的 啊 十年如果能完成我说的这些东西能形成战斗力 那就相当相当厉害了 现在这个美日海啊 一天到晚就是 宣传这个朝鲜威胁论 把芝麻说成西瓜 啊 夸大威胁 啊 这个是有问题的 啊 这是关于朝鲜的潜艇技术方面的问题 啊 我就也不给大家说多了 说多了大家也不愿听 我就是感觉大家好像喜欢 听一些什么战略 什么外交啊 这方面的事儿 呃 这个东北亚这一块呢 最近俄罗斯表了个态 啊 俄罗斯说不承认朝鲜是有何国家 这俄罗斯好像我第一次听到俄罗斯这么明确的来表达这个事情 美国是肯定不承认 啊 这个安理会两个大国都不承认 他们俄一不承认以后呢 英法肯定也不承认 现在这朝鲜呢 他就希望自己啊 作为一个核大国 这样的一种姿态 来做下来跟美国啊 跟韩国进行谈判 啊 这个但是现在 这个俄罗斯和美国都不承认它是核国家 那你这个就有问题了 就有问题了 啊 呃 这次G20峰会啊 在杭州期间呢 这个安倍找空去跟朴槿惠聊天 这以前呀 这朴槿惠根本就安倍想跟他聊的懒得理这个安倍 啊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就是 这个安倍上去凑热闹啊 说他夫人喜欢吃什么韩国赛给朴槿惠会转上去走 就但是从这个 萨德入韩以后啊 我发现这个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迅速缓和 现在开始走近 这次杭州峰会他们俩还聊了一大战 啊 最后爆出来的消息呢 那就是说 日本和韩国表示 在朝鲜这个射射导弹和这个核武器实验这方面要采取共同的对策 啊 双方进行战略配合 那那这个是 是要干什么呀 是是不是以后这个日本也要对萨德入日 也要进入这个操作程序了 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这个促使安倍和朴槿惠进行战略合作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最近在这个 杭州峰会期间朝鲜又射了三枚导弹 那等于朝鲜 这个朝鲜射导弹 卸此费 但是客观上起到了一个促使 呃 韩国和日本他们俩走一块 这等于就 我不知道是想帮忙的 还是是是想这个干啥 事实上是给这个 萨德入海 给萨德入日啊 提供了一个 扣使 朝鲜 这次发射导弹 客观上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萨德入日这个问题没有借口 哎 这次有借口了 这次有借口是啥呢 这个日本就会说了 说是实际上啊 这个萨德入海 没什么太大用 萨德入日比萨德入海还有用 为什么呢 你想啊 这个朝鲜过去是液体发射的导弹 它的导弹的发射场 导弹的发射方向 那都是基本上固定的啊 你这个雷达呀 预警系统啊 都可以预警出来 所以现在弄到潜艇上去发射 那潜艇在这个导弹在海上晃悠 你知道它是在哪儿了 啊 它跑日本海里边乱晃悠 你找不着它 你说你说它在日本海 啊 日本海它距离朝鲜一千公里 这个海上 结果发射一个导弹 你那个韩国不说萨德有意思吗 你想啊 它从西边发射 结果它在东边半岛东边发射了 在海里边发射 所以说这个 韩国那萨德没用了 所以现在要真不说 那得不说它日呗 萨德入日 坏了 这又又又开始琢磨这事了 你不行一看 以后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琢磨了 那说来说去 大家还是围绕着这个朝鲜来说 你要不射导弹 你要不弄这核武器 你要不弄清单这些东西 朝鲜半岛不会存在这些问题 始作俑者呀 对不对 你还是这个朝鲜呀 那你最好是不要再射导弹了 销毁核武器吧 可能吗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 所以朝鲜是下决心继续折的 继续折的 好 你继续折的 那么美日韩就继续制造朝鲜威胁乱 因为有这个口实在嘛 他为什么说 这个要萨德入寒 萨德入寒就是因为朝鲜威胁乱 朝鲜还要继续制造口实 这美国好了 美国这个地方 一吃浑水 他就可以浑水摸鱼 美日海 下一步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就非常有可能 现在看来呢 这个肇事者是朝鲜 前一反而动全身 这个朝鲜呢 希望拿这个导弹和核武器 感觉这个东西挺好 夹缝里求生锤 我动一动这个东西 整个把这个东北亚的局势全都挑动了 这挺好 死骑变成活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门里这个朝鲜了 现在好像都有点求着他 啊 连国安理会虽然经常谴责 他拿那个东西当一张废纸 那无所谓 谴责去吧 对不对 他该干啥干啥 就是他感觉这个可以 啊 这个下一步的话呢 这个还要继续干 所以只要 用导弹用核武器能够挑动整个东北亚的形势 朝鲜感觉很高兴 中俄这个地方呢 就感觉 这个朝鲜半岛局势因此而乱 乱了之后就很容易生战 生乱生战 对中俄安全上会构成极大的威胁 啊 所以说呢 这个 就希望呢 通过 各方啊 啊 把这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给它搞好 啊 所以这次在接二连峰会上也是往这个方向去 发展 希望各方都是 往这个和平这方面去合作 啊 这方面去发展 啊 嗯 现在媒体呢 好像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说 媒体说 啊 制裁朝鲜 啊 不是 媒体说这个这个要制裁韩国 啊 这个 只要他要部署萨德 我们就制裁韩国啊 还有说要制裁日本 如果萨德入日啊 啊 制裁日本 嗯 如果对日本 对韩国要进一步的制裁 必然促使日韩进一步的亲美 啊 所以东北亚的形势有可能更加紧张 所以这事就现在来看的话呢 就是嗯 还没有什么 嗯 解决的办法 我个人还没有看到解决的办法 最近倒是7号啊 呃 7号有一个首尔安全对话 就是韩国主导的从2012年来每年开一次 呃 叫做东北亚高层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研讨会啊 今年的主题呢 这个主题挺好 叫做战争结束70年分裂70年挑战与希望 啊 就是说这个 战后70年来地球上 唯一一个分裂的国家就是朝鲜半岛 朝鲜和韩国 你说70多年 发生这么多的和平与发展的变化 结果这个地方还是处于战争状态 这个这个不行啊 这次分了三个小主题 大家进行讨论 一个是朝鲜无核化和国际合作 再一个就是海洋安全合作 再一个就是 呃 网络安全与防务合作 美 日 俄 啊 等三十多国家参加了 欧盟 北约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等四个国际机构 派人参加 一共470多人 但是中国缺席了 这个前四年 啊 每年一次嘛 前四年中国都参加了 今年缺席了 哦 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下一步关注的 啊 这个在东北亚这个问题上 究竟 下一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 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越搞越复杂了 现在越搞越复杂了 就是朝鲜谁说都不听啊 啊 我行我素 一意孤行 对吧 你发什么声明都没用 这个日韩呢 就是北风吹啊 朝鲜不断的吹北风 我这感觉冷 我就不断的穿棉衣啊 就不断的要部署萨德 就这么一种状态啊 啊 美国说呢 天气冷啊 我给你们送棉衣啊 一层一层的棉衣 就往上穿 这萨德就不如上 不如萨德以后呢 中俄就感觉你别整这玩意儿 越来越军备竞赛 生乱生战啊 对中俄过程威胁 所以中俄又感觉不安全 所以这个地方呢 牵一发而动全身 看起来是半岛局势 实际上是东北亚格局 啊 这个东北亚格局呢 又是中美俄三个大国 啊 在这个地方进行角力 所以说呢 这个 嗯 下一步的发展呢 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好吧 今天的呃 剧作视频就是这些 希望你关注我们的微博 张照中看见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下期节目再见